自信本自居住 真正明白这个道理 你就真正做到了 愈人无真 愈事无求 为什么 你样样都圆满 样样都居住 自信里头本来居住 你还求他干什么呢 求就错了 不求就对了 现在这个世间众生 迷在财富里头 不知道财富 自己本质居住 取之不尽 用之不借 这都是事实 释迦牟尼弗当年在世 所实现的苦行生 跟大众一样 三一一波 日中一时 树下一休 这经典上有一段故事 曾经有人向释迦牟尼弗请教 那是对佛法 有一定深度的人 知道 佛常住的是暴徒 世暴 壮严 土 在我们人间是实现 活光 同尘 那么世尊 你能不能把你的实暴徒 让我们也能看一看 佛就同意了 佛坐在一个草座上面 把腿子放下来 一直就按到这个大地 叫他看 他也看了 说 就是极乐世界 佛 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佛的身相变得 身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好 做的不是草座 金刚宝座 看到的树木花草 大地 流利世界 那不是佛变现出来给他看 那是本世暴徒 就是那样子的 他看到之后 佛把脚收起来 又叛腿 没有了 看到佛还坐在 坐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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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铺的 这个 这个草铺的座位上 真看到了 中宝庄严呢 他不是不止切宝 无量无数的 真宝庄严呢 自信本自居住 居住无量智慧 无量的能 无量才艺 无量的福报 哪要求呢 你怎么能求得到呢